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因为参加参加之后才做机器人 还是说做了机器人赚了钱之后才参加参加 对 做了机器人赚了钱 然后遇到了瓶颈 然后去了参加 又开出了一点新的 你是百度班吗? 我是既是EMBA了 又是百度 很好 所以讲一讲你是怎么会想到要做针对小孩子的教育领域的 还是科技教育领域的机器人? 我大概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开始过线上教育 然后那个时候淘宝很苦 所以我们就想有一个平台是卖商品的 那可能也会有一个平台是可以卖知识的 所以那个时候做的就是所谓现在的知识费的事 但太早了 然后就也不等了投资 所以那家公司又过来就卖掉了 这是最开始接触到教育 这是你第一桶金吗? 算是第一家公司 但没赚到钱 黑本卖了 卖了一点钱 然后一些兄弟就分掉了 很少的钱 可能还不如我们写在网上的做 人员工程师出身 所以后来就是最开始接触到教育 然后呢 就开始琢磨 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怎么能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 英语的 然后其他的K12的基本 那我觉得都不酷 就是没有意思 对 没意思不酷 我也不想学 所以后来就想 因为我本身是这个 程序员出身 所以那时候就想能不能把我这个 这个 会的东西 然后 这种逻辑思维 和这种结巴的这种能力 变得有趣一点 变得有趣一点 然后交给孩子 所以这是最早的这个想法 所以呢 我觉得程序员的这些思维 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程序的思维也非常重要 所以呢 就最开始是交小朋友去编程 那后来发现机器人是一个跨学科的东西 它里面跨了很多的这个数学啊 物理啊 逻辑啊 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教育工具 所以呢 就开始做那个机器人方面的事情 所以这个纯科学的啊 教小朋友编程 还教他们干什么 教他们编程 教他们做任务 举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我们每天 譬如说我们刚才上楼的时候 是坐电梯上的 这个电梯呢 实际上也算是机器人的一种 就是N23樓 N26樓 那这样的场景 那这样的场景 它也是机器人 在你眼里什么都是机器人 对对对 机器人统治世界 那我们把这样的事情 现实世界当中的这种事情抽象出来 然后做成课程 那我们目前抽象了大概500多种 所以现实世界当中跟机械 跟自动化装置有关的东西 我们都抽象出来做成课程 背后然后有这种知识 和这种能力的训练 那这就是我们课程的国际 所以让小孩在动手的过程当中 去探究物理的 数学的 逻辑的 那他这个小朋友用机器人来学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其他老师在旁边 还是就说他看机器人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是我们是教小朋友做一个机器人 教他做一个机器人 对 不是说让机器人教他学习 哦 是吧 是这样的 所以是 因为这个世界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现象 小朋友可能是 熟视无睹 那种大人也不会特别在意的东西 但是他背后实际上有很多规律和道理 那通过我们这个课程进行启发之后呢 小朋友对这个世界开始特别感兴趣 所以认真地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国际 这样对他的学习也是非常好处 所以小朋友他要写这个编码 但是基本的这个机器人的硬件部分是你们做的 对 硬件的部分我们做 然后我们也在线下开这个 这个 培训职校 目前在国内 我们在这个领域最大的一家 应当也会比赛 也会比赛 对 我们目前 在全国一共有五百家校区 然后分这个 大赛的部分 然后线下严重的部分 同时呢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 线上的平台 就是在线上 可以交响到这些东西 很好 你们现在有多少 在全国有多少的用户 用户 每周来的用户大概 每周到我们校区和线上来学习的用户大概是五十万 五十万 这么多 对 有这么多人感兴趣 对了 对了 那是很惊讶 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教育的一个补充 对 特别是家长实际上对教育 第一它是有一些盲从 第二呢 对K12本身也不是特别满意 对 所以呢 在能力方面和素质方面是非常大的需求 对 所以呢 我们定位是用科技的方式去改变教育 很好 非常好 我们就是需要这些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是 来满足我们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的一些不足 对 那么你们公司现在负质多少 能告诉我们 嗯 我出时大概就在三十个 三十个亿 对 啊 多长时间达到三十亿 嗯 我们已经做了有九年了 九年了 对 我们在这个领域 体量是第二名到第六名加起来 是没有我们的体量大 哦 你们垄断了 嗯 这个市场增量非常大 还跟他说垄断 不能垄断 对 但是 搞不定第二名超过你们 呃 第二名可能 超不了 第六 第二 二三四五六加起来 是我们的 还没有我们的体量大 哦 他们要一合并就差不多了 他们都合到一起 对 二到十合到一起应该比较 哈哈哈 你这个新的滴滴打 这个快递的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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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您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心目力胜 可以跟我们在座的这个西方的企业家也分享一下 嗯 那么 您是 从创业的角度来讲 您是 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困难的预遇到 然后您是怎么客户 嗯 创业的初心吧 嗯 嗯 初心说到最低气一点是缺钱 嗯 说的好一点呢 就要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一定是想做一点能够改变世界的这个也算是局势 所以让你一直激励你的就是一种初心 对 对 改变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对 还没上升到改变世界 对 是的 然后创业的这一路上呢 是非常艰难的 嗯 每天会有很多的琐碎的事情 那我基本上处理的方式是 嗯 遇见特别麻烦的事情 我就想想我很大的目标 就 仰望星空 当脚踏实地的时候会很烦 但仰望星空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 就往远看 然后 就 剪下了这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住在高楼顶上 对 一百层 我当时在想 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我在想 如果失败了会不会有人跳下去 哈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还没有 对 对 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候可能 只有一个人的话 就吃了没什么牵绊的时候可能会想 但是责任告诉你 不大得要想 对 我们说你要是跳舞 底下有个长江 对 水深要好一点 那对于我们的欧洲的企业家 你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勉力的话语 好吗 你这个机会呢 这样说 勉力不敢当了 但是可以有一些 呃 有些好的建议了 第一个必要的建议就是 呃 欧洲的企业家 呃 呃 一定要跟中国的企业来合作 呃 嗯 其实内容上 有很多东西是 呃 我们 中国的一些企业 短时间内达不到 但中国又有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所以呢 这双方合作的可能非常让啊 第一个建议就是 呃 一定要合作 第二个建议就是 呃 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哈哈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